外国人如何理解中国的年味 这个话题对常居中国的英国人戴伟来说并不陌生 62岁的戴伟是北京化工大学特聘教授 除了做科研 他也热心于做科普工艺 他创办的新媒体号戴博士实验室已拥有700多万粉丝 并在不久前获评2020北京榜样年榜人物 近日戴伟接受中心社记者专访 谈他眼中的中国春节 热闹的春节和热情好客的中国人 戴伟说这是他对春节的第一印象 我读博士的时候 我在牛津大学读博士的时候 我在香港过了年 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同学 跟我一起读博士一个学生 他请我去他家过年 所以我在应该是81年我估计 所以81年在香港过年 是第一次看到中国这么热闹过年 看到中国人这么好客 天天跟他家里人跟朋友一起 去餐厅吃饭或者在家里吃饭 戴伟已经在中国度过了20多个春节 在过年时他更喜欢跟着朋友一起去乡下 在他眼中跟城市里相比 中国的乡村年味更浓 很多北京朋友跟我说 因为不能放鞭炮 北京年味不浓 但是我觉得这不是最重要的原因 因为肯定是在农村 农村这两个星期跟其他的五十个星期完全不一样 因为在外地打工的朋友亲戚都会来了 就一年一次有聚会的聚会 所以这是为什么农村的念这么浓 因为在北京经常可以跟朋友举一举 去吃饭什么的 所以过年的时候没有什么特色 但是在农村还是这两个星期 十五之前还有这个特色 记得第一次我就随便走一走 我就听到这么大的声音 我跟我朋友说这是什么的 他说因为对他们来说很正常 就是杀猪 我以前没听过 但是对他们来说都是很正常 杀猪啊 过年都要杀猪啊 过节的氛围在变化 在英国也是如此 戴伟说 一些传统在科技的冲击下也在发生改变 跟我以前在英国 我记得以前老母亲老时候 她小的时候圣诞特别有特色 有你除了圣诞以外 不能吃的都能出来了 都是很热闹 但是现在因为我二十多年没有在英国过圣诞 但是就了解很多人过圣诞节 跟正常的时间一样 吃完饭就在晚上购物啊什么的 所以就没有什么特色 生活水平提高了过节的味道就下降了 二十多年间来往于中国的城市与乡村之间 戴伟也感受到了中国的变化 他笑道从很多细节都能发现这些改变 我经常跟朋友就说 开玩笑过年的时候你们村变成一个停车场 因为二十年之前几乎没有车 现在很多人就为了方便 为了拿东西买货去飘拿 就自己开车回家 我不是特别圆的时候 所以到处都是停车 过去的2020年颇为特殊 在疫情的侵扰下 很多人的生活方式都发生了改变 见证了中国这一年来的抗疫努力 戴伟决定春节留在北京过一个简单的年 这也是多年来他第一次留在北京过年 因为不能打举会也是很危险 所以就跟一两个朋友一起吃饭 不要举会也不太负责任 所以就跟中国人一样 就今年过一个简单的 看明年能不能更隆重一点 好久不见了